一般痴疮膏我们分为外涂和纳入的两种 如果是外涂的话呢 建议患者早晚在这个清洗了肛门以后使用 我们可以在清洗肛门以后 先洗一个短暂的座域 让肛门完全干净 然后就是这个干燥了以后 把痴疮膏涂抹在外面 如果是纳入型的呢 建议患者在便后或者是每天晚上睡前 将这个痴疮膏纳入这个肛门里面 其实有的那个纳入型的痴疮膏 它有一个就是前面有一个小的这个接头 让这个患者把它插入那个肛门里面纳入治疗 但有的患者他可能手法过重 经常会导致就是肛门里面的一些粘膜破损 所以就是建议患者在使用的时候 动作一定要轻柔 我们可以先将膏体挤一些在这个肛门外面 再轻轻地将这个接头给纳入进去 这样涂抹药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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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